南美洲國家智力的多元性別 認同族群 也經常遭到霸凌 而泰國駐當地大使 看不慣這種情況 特別請教練來教他們 用泰拳防身 本來只有二十個名額 卻來了一百多人報名 被攻擊的女性用手抵擋後 順勢軸擊並踢腿 成功擋下襲擊者 一旁學員則看得目不轉睛 南美洲國家智力 二十七號舉辦了一場 很特別的研習會 主題就是如何運用泰拳來防身 而且學員都是性別多元LGBTQ族群 筹辦這場泰拳防身研習會的 就是泰國駐智力聖地牙哥大使 卡瑪拉納文 他表示自己有位同志朋友 在智力曾因性傾向遭人攻擊 所幸這位同志朋友 本身會一些泰拳才逃過一劫 卡瑪拉納文於是請來泰拳教練 免費教當地的LGBTQ族群 如何用泰拳自保 結果報名人數相當踴躍 本來只招收二十人 來了一百五十人 最後開放到讓五十人參與 教練不但教學員利用體重 保護臉部來防衛 也教他們用手肘跟膝蓋 針對人體較脆弱的位置 例如脖子 肋骨 伸直器 大腿等部位反擊 然後快速逃跑 學員都覺得收穫良多 智力社會對LGBTQ族群 並不友善 去年就發生六起仇恨謀殺案 針對身體和言語騷擾的犯罪 更多達數十起 共識新聞轉零編譯 作詐勢 吉尼 操事 中途被告 操事